《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大家都听说过乔治·奥威尔这个作家 奥威尔是笔名 他原来叫布莱尔英国人 生在印度 打小跟印度那儿就跟印度孩子玩 咱们知道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关键很强 奥威尔还是个白人呢 跟印度孩子玩 所以他呀 打小就等于是对传统社会很叛逆 老想砸烂旧世界的那种人 你知道吧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 你就不用珊瑚 他主动的就要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去的那种人 后来呢 总算是等到献身的机会了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奥威尔参加了国际纵队 去援助这个极端社会主义左翼政府 这个国际纵队就是一个左派名人俱乐部 你看什么海明威 那个毕加索 就是他画那个戈尔尼卡 不是西班牙内战作品吗 还有法国的Gamiel都参加了 弗朗哥的狙击手 砰一枪 打中奥威尔 打喉咙这 奥威尔可高兴 哎呀 这下可以死了 可以现身了 结果没死 活过来的奥威尔呢 却被斯大林迫害的七婚八素 这人呢 他有思想 对吧 他就开始琢磨 我这么现身了 你还迫害我 你不是邪教吗 你 开始对极权主义 这共产社会对人民的奴役 他进行思考 后来写了一本书《动物庄园》 《动物庄园》那书说有两头猪带着动物起义 而喊口号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赶走了农场主 然后那个猪呢 就当了领袖了 慢慢的革命口号呢 就有变化了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是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你看这 平等还有更加平等吗 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常常听到的什么党内民主生活 民主还分党内党外 中共要的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党外永远不能有民主 党内什么民主呢 党内的民主就是要避免矛盾和残酷权斗的 内部分赃规则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等分赃的规则 是个山规 就是中共建政的那一年 奥威尔又出版了另一本书 叫做《1984》很有名 中共走过这70年 走到今天你回头一看 奥威尔当年对极权国家的描述 甚至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政治生态 甚至他们的那种党文化 党的语言都没有跑出奥威尔当年所写 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 播放统一的电视节目 那个电视机屏幕 你可以看电视 平台屏幕也照着你 它也是个摄像头 时刻监视你们这一家人的言行 此外人们还互相的揭发举报 小孩子从小监视自己的父母 这对思想的控制呢 通过控制所有的媒体来进行 还包括什么 挺热门的说的一个信息叫什么 就是烧书嘛 销毁过去出版的书籍 去改变历史 篡改历史 这本小说里面有这么一个词啊 叫做什么 叫做Crimestop Crimestop它不是说终止犯罪啊 它是指有犯罪思想开始之前 就得自觉自发的停止进一步的思考 免得你走到犯罪的思考的那一步去 在英文世界里有个法律用词 叫做什么 叫做chilling effect 这个chilling effect是指什么 对言论自由的阻吓作用 这么一个法律实施 比如说人民在讨论某种观点的时候 就会害怕 哎呀 我们这说的话是不是多了 会遭到罚款 我们说这个观点会不会遭到刑罚的追究 会怎么样怎么样 怕 选择呢 更多的沉默 这样你想 大家都不说话了 公共事务就不再有人关心了 最后呢 社会的不良运作 反过来伤害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 这个chilling effect中文翻译的很好 它叫做寒蝉效应 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叫做金若寒蝉 对吧 它就是这个寒蝉效应 原来参考的这个成语 什么意思呢 金若寒蝉 就是这个蝉资料叫唤 夏天叫唤 蝉明于夏秋 到了冬天呢 你就听不到那个蝉的叫声了 过去人们以为是因为天气冷 所以他们躲进了地下不再发出声音了 所以说寒蝉效应 就是外部条件很不好 存在某种对言论自由的威胁 最终大家都不说话了 结果呢 社会失去 最终毁掉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 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 就是这样一个寒蝉效应 人们因为恐惧 不知道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嘛 我们喝多久了 我骂一句习近平算不算 算 为什么 中共的宪法说明了 共产党在国家之上 那领袖又在党之上 所以你对最高的领导有意见 你就颠覆国家了 是不是 你有没有公开的说不打紧 比如说你私下来跟几个朋友喝点小酒 对现在的国家这个不满 这也不行 这什么 属于奥威尔描述的crime stop了 是吧 你如果不停止这样的思考 你就是犯罪 还有就是什么 你想吧 喝酒找谁喝 喝酒应酬的一般都是圈内人士嘛 是不是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你有前菜的竞争关系呢 比如说同样去争一个什么特许牌照 同样对一块地感兴趣 那他给你喝着酒 以后他可以举报你 用国安法用最便宜的方式结束你的潜在竞争 这个社会不但没有人在关心社会事务 连社会道德都同时的在堕落 中共说的这个国安法 它说只针对很少的一部分人 竟然还有人去附和去赞同 今若寒蝉 古人都知道 不是蝉不叫了 是严寒来了 是一个大环境变了 冬天来了 你想 它怎么可能就只针对某一个树林冷 别的不冷呢 怎么会只针对某一个树上的蝉 只让它不叫呢 再说了 这还只是古人的认识 以为一开春 这蝉子又活过来了 从地里爬出来了 其实不是 他们不是说不想叫 不敢叫 而是蝉活下秋两季 他们根本熬不过冬天 在冬天他们会一个个的死去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安法会毁掉一座城市 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人 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族群开始大逃亡 这就在过去的60多年里 这个城市这里的人 接纳了近200万大陆的逃亡的同胞 接纳了共产主义祸害的逃亡的越南华侨 他们为几乎每一次遭了灾的大陆同胞捐款捐物 现在呢 这些善良的香港人 却开始了自己的逃亡路 因为不是冬天来了不会叫 而是冬天来了他们会死掉 不跑行吗 台湾、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都敞开了 接受落难的香港人 英国政府决定接纳所有香港BNO护照持有者 以及他们的配偶与子女定居英国 然后五天前 中共外交部新发言人汪文斌说了 说中方将考虑不承认BNO护照作为有效的旅行证件 并保留所谓进一步的措施实施权力 那么这个香港特区政府还说呢 我们将全力配合北京 记者当时还问那个汪文斌呢 说 那么是不是你这说法就意味着BNO护照持有人 就不能离开香港了 汪文斌想了想说 嗯 我想我说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你看这土匪穿上西装说的还是黑话 外交部说英国方面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两国约定 所以中方宣布BNO是违法履行证件 碰你不觉得奇怪吗 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你们外交部说的已经成为历史了吗 不是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了吗 咱们又拿出来吹口气 是吧 波罗波罗灰尘拿出来又用来打击别人了呢 伦敦首相府这个唐宁介 他这个发言人就说了 BNO护照是英国政府签发的 是正当的国际旅行证件 所以咱们反过来想 中共外交部这种声明 对一个主权国家颁发的旅行证件 予以否认其合法性 实际上就是间接的对颁发国家的合法性的否认了 你说英国政府会就此罢休吗 所以中共的这些小的耍的这种小聪明 这些实的小手段呢 都是不停的在国际关系上制造更大的混乱 和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那么你想这个中共否认BNO 会给香港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这个中港两地的交通 使用的是港澳通行证 香港人回大陆用的是回乡证 对吧 所以这项政策只会用在什么 就是你阻止你拿着BNO的这些护照持有人 出境到外国去 换句话说 就是英国接受港人 但是中共已经把港人给绑架了 那你说这个影响还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吗 这都是国安法延展出来的直接后果呀 你包括兰斯建制派们 这下子是不是可以感受到 共同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强大威力了吧 你还全力配合呢 香港特区政府还说全力配合中央 山呼万岁 好处捞够了 我告诉你 现在想走 是不是你也走不掉了 今天早些时候 中共就决定说香港特区暂停 香港加拿大之间 香港澳大利亚之间 香港和英国之间的这个移交逃犯协定 同时决定呢 香港特区暂停 与上述三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中共外交部表示说 这是因为上述三国呢 以中共的香港这个国安法为借口 单方面宣布暂停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 是因为你们这三国此举粗暴干涉中共内政 你听听 这中共外交部 自从这个成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之后 都研究出来什么成果了 咱们先且不说这个前脚习近平研究中心挂牌 后脚休斯顿理事馆就关闭 这么一个伟大成果 咱们就说外交部发言人传达出来的这份逻辑 大家听哈 不枉你们国家送犯人就是干涉你们国家内政 这是什么逻辑 好嘛 你看 现在与香港这个签有移交逃犯协定的国家 有几个 十九个 那好 不给你送逃犯就是干涉你的内政 世界上还剩下170多个国家没给你签的呢 不准备送你犯人的是不是都在干涉中国内政呢 引渡条例的这个基础本来就是什么 两国之间的一个司法制度的信任才会引渡 我相信你抓了人以后不会乱判 把人的办法一棍子闷死了 所以呢 我把饭淘饭交给你 这个意思 你中共你要不搞香港国安法 不搞这个恶法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怎么会横生枝节呢 你看你们这连香港居民都不让拿着BNO出境了 都公然进行绑架了 谁还会信任你有什么法制呢 这个中共有什么呢 它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刚才说的那个党内民主 只有党内分杖的土匪山规 哪有什么法律 现在又开始什么 对九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选举又又开始打主意了 不管到时候是取消立法委员选举资格的 还是什么推迟立法会选举时间 找疫情的理由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最终我告诉你 目标只有一个 彻底摧毁香港的民主制度 它要让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什么 变成人民代表大会 什么建制派 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不能存在 你看看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们属于哪个派 没有啊 是不是 不准搞什么派 只嘴一个姓 姓党 最后呢 都必须是香港版的申纪兰 就是把这个香港的议会代表的 改成人民代表申纪兰就行了 把山西话变成粤语就行了 这是这形成是 反正是这个寒蝉笑意之下吧 你想吧 谁会关心真正的社会事务呢 只要记得认真学习习近平思想就行了 记得拿个小笔记本 记好了 然后回到选区就回到铜锣湾去 铜锣湾的群众们伟大领袖又说话了 让我们坚定一国两制道路不变 这一切如此荒唐行如此之恶 难道没有报应吗 今天早些时候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向外媒透露说 他被一家美资银行关闭户口了 把他的那个存款退给他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立刻成为爆炸性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呀 香港黄大仙那边不算 那为什么是国安法喊好的那些高官 不知道在黄大仙被那拖鞋打了多少下了 然后打小人 打小人 其实人们呢 更加期待是真正的能看得到的制裁的到来 虽然陈志思是解释说了 他说他是今年三月份接到的 关闭的这个户口的通知 他说相信主要是跟近四五年来呀 这国际上已经有个监管机构 对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审核有关 陈志思似乎想告诉大家 他这个遭遇跟最近的香港国安法出台 跟美国对于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的责任 人进行制裁的行动无关 其实呢 有关 我们知道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是去年11月就出台了 川普总统签署生效 考虑到一级制裁的美资银行 也就是说涉及于美国企业 美国人打交道的有财务往来的这些财产的 首先会遭到制裁 所以美资银行作为美资美国企业 去年底就开始行动 他到七年初进行相关调查被案 是不是顺理成章 那么他今年三月份做出关闭户口的决定 是不是顺理成章 这反而说明什么 即便香港国安法还没有来到 去年光反送中条例这个运动当中 香港的很多人做的恶 已经可以得到恶报 美国这个制裁呢 实际上从去年底已经开始准备 今年初就已经开始暗暗的实施了 这一滴掉到了暴晒的干涸的香港土地上的 一滴雨水 象征着巨大的暴风雨随即到来 香港的朋友都熟悉热带风暴的风球 你看 已经挂起来了 难道暴风雨还远吗 所以做了这些伤害香港市民的事情 你心里就会不踏实 就老惦记着这个事会不会落在你的头上 你可能就会每天晚上去查自己的户头 那么陈先生还解释说什么呢 说这个审核跟这个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有关 其实这个话咱们再仔细分析一层 陈智思本人更多的是一个银行家的身份 多于他的政治家的身份 他是当年泰国第一大银行家族陈氏家族的后代 现在依然是亚洲金融集团的总裁 他这么称国安法跟他的这个生意很有关系 他的家族大量投资什么 投资给中国大陆的人寿保险公司 陈智思就透露出他接触到不少香港高级官员 面对同样的问题 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反映的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 叫一夜之秋 看来这场风暴已经悄然降临 而且会远远比大家想象中的那份 或者两份虚拟名单的打击力度和宽度要大得多 因为你看他身边的人已经有着同样的待遇了 你就陈智思而言 刚才说了 他更多的不是什么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 更确定的身份的是香港金融行会的成员 那么好 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 你说哪一个人在香港混到那个份上了 没有点商业利益呢 不做生意呢 其实你以为他们心里不清楚吗 他们自己也是寒蝉一个呀 只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实用主义 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放弃良心 昏了头了 他们总想成为那个最后遭到打击的人 最后一个被无产阶级铁拳所覆灭的人 所以你看 美国这些对香港官员的打击 就盯着他们的资产 你们做生意吗 对不对 你盯着他们的生意这个来往 对着他们这个动作来动 所以美资银行是先动作了 以后必然 汇丰银行这不动也得动了 这信息慢慢消息都已经传出来了嘛 大陆银行你说安全吗 你这些外资银行不给存大陆银行去 二级制裁最终牵连的就是什么 只要有美元结算业务 你就跑不掉 就是中国大陆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也好 这个招商银行 你想要做生意 你想有美元结算 你就逃不掉这种制裁 除非你的银行关门 除非跟美国全面脱钩 对于陈志思的一个关户头的动作呢 一个可能就是说 要比原来大家想象的只针对官员的这份名单 要宽泛的多的这种潜在打击 实际上已经吓坏了很多人了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为什么震动那么多人呢 这已经让很多人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所以我们借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这个明天啊 明天是星期三了 照例的是江峰剧场的南北战争系列 我在这里在自我宣传下 把大家往这个频道里赶 你要有时间呢 现在你可以点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桌上下 上面有个information那个小白点 你点就是那个节目的链接 现在呢 要播的是第四集了 美国南方说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奴隶制 奴隶制大家都知道 财忍落后的制度 是不是 南方种植原主一看 棉花可以带来财富 棉花的种植呢 又依赖奴隶 所以他们干玩什么呢 玩西洋了 开始想尽所有办法呀 去翻开宗教信仰那些书 翻那个圣经 然后去翻历史书 去找有关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 找到了 然后宣传说奴隶制 这个制度好 制度自信 奴隶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当然这个南方奴隶制坚决不允许 北方的报纸拿到南方了 那下就漏线了 所有的谎言必须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 所以呢 我们看历史真的很有意思 你要读懂了呀 你就会当下呀 对当下有更透彻的领悟 欢迎大家明天去看 去订阅 那么星期三 星期六 咱们是一周看两场江峰剧场的小电影 估计很快这些系列 就会成为大陆的近片了 大家看近片 这个待遇我跟你说 过去只有中南海小礼堂才有的 咱们希望支撑网站的会员呢 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可以先赌为快了 第四季已经放上去了 以后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规律吧 做出来以后呢 就先放到会员网站上去 而且呢 会员网站的节目呢 会有更多的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 和这个艺术细节 算是典藏版吧 算是更多的回馈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好了 各位 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陪伴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